这次是我大意了 我没想到皇后会要硬观 她对人性和权势的了解太少了 苏小璐认真地思考了周氏的话 姐 咱们的确是该买上几个丫鬟了 苏小玲要和周恒在一起 以后她会独自面对太多的危险 身边必须要有可以信任的人 姐知道 娘儿我就跟娘去看一看 大门开了 苏重看见姐妹两人松了口气 你们回来了 没事吧 没事的 苏小璃笑了笑 她和苏小璐笑了笑 凭着姐妹两人的默契 苏小璐就知道 她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 苏小璃不希望家里人担心 反正她也好好回来了 不说也罢 苏小璐心底有点发酸 她意识到 今后他们兄弟姐妹之间 这样的隐瞒会越来越多 将来只会报喜不报忧 除非真的是山穷水尽了 她垂眸快步进家门 我看看二哥去 苏华衣服都还没换下来 柳子巾也在 饭菜也没动 苏三郎和赵氏 看见苏小璃苏小璐平安回来 悬着的心裁放下来 回来了好 快坐下吃饭